据朝中社报道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,16日突击视察朝鲜空军部队。 他现场指导战斗飞行训练,并对飞行员的表现,表示极大满意。 图朝中社,图朝中社,图朝中社,图朝中社。 报道说,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朝鲜人民军航空与防空军第1017部队。 他表示,自己路过部队时,为了解军机集团的飞行训练情况,进行了突击视察。 图朝中社,金正恩还命令战斗执行的尖机机起飞,进行困难而复杂到空中战斗动作。 金正恩对飞行员的出色表现,表示极大满意。 他高度评价说,建道可靠完成首都防空任务的飞行员。 心里很踏实,图朝中社。 金正恩还叮嘱说,所有飞行员时刻不要忘记祖国和人民的期待。 坚决准备成为出色完成战斗任务的不屈劳英。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、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、金平海、吴秀荣、赵永元等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陪同视察。 图朝中社。 据了解,这是继2018年11月16日朝媒报道金正恩,指导新开发的尖端战术武器试验之后。 时隔五个月,金正恩再次指导军事训练活动。 好吗我马来一下 任何节目 进入